人面識別技術實際上有多高科技 我這個外行人就不認識 但用途就多到在三年前 北京的一個公園廁所已經在用 當大家想盡方法去保護個人私隱的同事 有沒有想過其實有沒有使用的必要 以下人面識別分類垃圾桶 就是另一個例子 走近鏡頭 機器識別出來的樣子 垃圾箱就會自動打開 可以嗎 過去就自動打開了 技術挺好 你會擔心隱私的問題嗎 不會 至於一個人拿去有什麼隱私 這裡是北京西城區 德盛街道的一個大型私人屋苑 街道辦去年7月份 在這裡擺了29組智能垃圾箱 成為首都第一個 扔垃圾都要素面的地方 連市委書記蔡奇 去年都親自來過視察 不過計劃並不是強制性 如果不想登記人面識別 按個掣 垃圾箱同樣可以打開 它可能中午的時候 就是有陽光照的時候 人臉識別就是差一點 我們就是按那上面的按鈕 那為什麼連扔垃圾都要人面識別呢 一開始的時候是以此做紀錄 登記了人面識別的居民 扔廚餘都可以儲積分 兌換生活用品 如果扔塑膠 金屬等等 更加有現金回陣 除了袋 還有別的了嗎 別的我沒得過 就是換垃圾袋啊 還有那個生活用的那些小東西 那個中華的回料啊 大家可以滿足投手 該挖越收越差 一開始的時候還有大米 小豆 樣子比較多 而且大家都很歡迎這個事 那現在呢 終於一年多沒有這個事了 你說悄然無上現在 我們廣萬年頭 游居民更加說 現金回陣從來沒有兌現過 今天就是禮拜四 他說禮拜四就可以兌換獎品 你看禮拜四他們露面了嗎 沒有 月餐裡邊很多人都有很多的 甚至可能他們在長期做的 在這一段時間裡邊 他們的現金的積累還不少 但是從來沒有 我幾次我問他們 我說這個怎麼兌換 他們講呢 先是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要跟那個銀行對接 完了以後呢 就是沒有下文了 他們都認為沒有了好處之後 居民做垃圾分類的意欲低了 而在各個垃圾箱的旁邊 亦都見到不少隨處擺放的垃圾 回收得的 不回收得的 都有 除了北京 廣東 浙江 福建 和內蒙古等地的部分屋苑 在推廣垃圾分類的時候 亦都會配備人面識別技術 不過暫時不算很普遍 有線電視記者黃寶瑩 北京報導